開始 HELLO大家好我是Bubo 來到4月大家又可以收到消費券 頭一輪活術先排五千元 不少人都心想怎樣用 剛好這幾天NVIDIA出了一張旗艦卡 GeForce RTX 3090 Ti 用了5000元來幫幫我升級 好像有得想 今次RTX 3090 Ti 用了最高規格的Empire核心 例如大家經常聽的 Kilda數量就有10752個 針對光追的RT cores 亦都增加至84個 就這樣看來就比他弟弟RTX 3090多一點 至於記憶體呢 就無加無減 都是用回24GB GDDR6X 客人都知道電子夜效能越高 就越不會跟你說節省電 RTX 3090 Ti 就一改以前的供電設計 連賣街版都用了最新的16G供電頭 大家又不用擔心就是不支援 因為廠商都會送回轉接線給大家 駁回這3個8G鏈頭就OK的了 但大家留意這張怪獸卡好食點 TGP去到450W 官方建議要用回850W以上的火牛先順 但認真講 用得這張卡其他硬件都不會差 用回1000W左右的火牛就最穩陣了 今次試玩就用了這張 Sotec Gaming GeForce RTX 3090 Ti AMP Extreme Holo 就這樣看他霸氣外形就知道他有上一份量 首先看看他的散熱設計 用了3把100mm風扇 每把風扇還有11塊線葉 那就一定可以解決到散熱的需要 張卡這麼重用得久 PCB很容易變彎 所以背面就會有金屬板做support 不單止這樣 張卡分別在上面和後面這兩個位置 加了RGB 閃閃閃閃都幾漂亮的 不說那麼多 即使用他來玩幾隻遊戲 看看卡王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首先會用最近很多人玩的Elder Wing做測試 不要打我啊 神經病 不要啊 我還沒進去就死了 啊好厲害啊 救命啊 死了啦 又死錯了 啊 更難玩轉機啊 不玩啊 太難玩了 在最高設定之下 輕鬆達到60fps這個水平 最壞就是遊戲鎖住了60fps 如果不是一定不止這個數 不要看我好像很斯文 其實我都很喜歡玩槍遊戲 尤其是被人擊傷的時候 拿著槍衝進去周圍射 馬上爽了 沒有一個中的 不要按什麼 F** F** 啊啊啊啊 死得這麼快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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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啊 又死了啊 哎呦我怎樣用火箭炮 哈哈哈哈 剛剛玩完地面遊戲 現在就帶大家飛上天看看風景啦 FlySIM出名對硬件要求高 現在畫面較到4K Ultra 都保持到好高的FILM數啊 卡王果然是卡王 總結今次GeForce RTX 3090 Ti 如果說效能的話 真的沒得挑剔 無論什麼大作 都絕對應付得到 當然吸不吸引到大家去升級 說到尾都要看價錢做決定啦 以GeForce RTX這張定價來說 就萬七左右 有消費券幫補客 都可以考慮一下 今次的開箱就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CLS啦 日後會有更多最新的科技資訊 以及其他好玩的電子產品推介 下集見 拜拜 拜拜 出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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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名時